今天导演陈正道协国民奶奶杨子珊和蒙孙陆寒一同走进网络演播室 未定重返20岁宣传预热 除了疯狂K哥拉人气外 杨子珊和陆寒还要聊聊他俩之间浓浓的祖孙情 子珊大大咧咧无所顾忌 而内向的陆寒却默默地羞红了脸 要不说日久生情呢 在一起合作拍摄了大半年的杨子珊和陆寒这祖孙俩的感情可深厚得很呢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世上最年轻的奶奶杨子珊都对蒙孙陆寒疼爱有加 你看他就这个样子 就是跟人单人都非常让我快速的入戏 就真的是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的在疼爱 不过让茫茫的美少年陆寒 还比自己大四岁的杨子珊为奶奶还真够难为他的 拍摄时这么做戏就算了 偏偏杨子珊却超级享受这一称号非常蒙孙一跤到底 叫你姐这件事 对 叫我姐这件事 你就是一定要叫奶奶 叫我叫奶奶 叫奶奶 叫你叫奶奶 鲁寒你这么乖 看爱只有被欺负的份了 话说当初拍摄一场奶奶抢吻孙子的戏码 真是让他手足无措 他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他都给我抓回来 他都说你真的也不帮我 有很多时候他都跟我说 他都说没关系你别人都让我来 对吧 杨子珊如此霸气侧楼你家长知道吗 性格飘喊也就算了 可你总得顾及一下小鲜肉鲁寒的感受才是 你觉得他想不到哪个人 你整个人去刷一下就好了 你这个你脸红是为什么 因为你脸上吃鸟了 蒙孙鲁寒想借此漫天过海 自然事件不可能的事 风风火火的国民奶奶的杨子珊 本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原则究竟原由 而陈仲道导演则在一旁齐哄假央 是要来个援影重选 看到陈仲如此帅真可爱电视机前的粉丝们 是不是已经兴奋的不能自娱了呢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能现场聆听一下他的歌声岂不快哉 每一刻都想永远 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 能许愿好想多一点 我们的明天 既然要重返20岁唱首主题曲 还不尽兴为了怀念青春期的那些疯狂岁月 三位竹创还现场标志了卡拉OK 唱一唱那些年我们都会哼的小曲 我的热情 他像一把火 干燃了整个小梦 我们是不在乎他 却没想起我 越等他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为他 如果他还能够带走我的爱球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